同学们好,我们今天来编织这件男士的上装 它非常有个性,而且素材也极其的温柔 穿着极其舒适是一个休闲的款式 它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 你所看到模特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 正是我们现在要为大家展示的这一件 好,现在我们就给大家具体的说它是怎样完成的 主体毛线的用量一共是一斤六两多一点点 并不是特别的费线啊 但是由于你看它后边是满满的花纹 而且是这种纯建筑感的啊 所以看上去极其的厚实 织针用到的是六号针 垂羊毛粗线完成 每根粗线的直径是2.5毫米 这些重要数值啊 给大家披露一下 方便于你自己在编织的时候作为参考 好了 这款作品呢是连前再后啊 整个大片一起完成的 没有在两类做过缝合啊 首先来说 它的底边的部分 你看 我们是给它起了一个机器针的底边啊 起的是机器边 不会起的同学 再往上搜一下 我给大家录过这样的教程啊 你只要搜索机器边 起针这几个字就可以找到了 然后向上呢 支的是咱们这种啊 拧针的双螺纹 这个双螺纹呢 在支正正的时候拧着支啊 隔夜行一拧 就会出现这样的效果 反针不变 好 那么具体 它一共起了多少针呢 给大家看啊 总的针数 一共是起了180针 这180针呢 我们往反往反 一直向上支啊 知道多高呢 四厘米高 从下边算起 一向上啊 因为你支四厘米就可以了 支完这四厘米之后 我们要将所有的帧数 做一个打乱 做一个重新的调整 也就是我们要给它啊 啊 排花来支了啊 支够这四厘米之后 怎样的一个排花呢 同学们看前边啊 这一部分呢 是后挑支的门筋啊 所以这个门筋的位置 到后期的时候啊 我们分完针之后 同学们记住 凡是后挑支的门筋 你在分针的时候就会很方便 你甚至可以就要对半分就行了 前后片 明白了吗 啊 但是也可以稍稍的 前边略多留一点点 但是别留太多了 否则的话 你两边 你要再搭上的话 就已经扣到另外一侧来了 记住了吗 所以这些小的啊 经验啊 分享给大家 大家一定要用到 如果不用的话 那么整件衣服 就会显得很山寨啊 好 那么我们总体这180帧 花纹是按照 怎样来排列的呢 同学们准备截图 左右各45帧的宽锁链针 那就是四行正四行反 中间90帧喜字花 和另外一侧的 45帧宽锁链针 现在给大家看啊 席子花就是你整个 后背的这个花纹 准备截图啊 席子花 哎呦 我怎么能给大家看 这么清楚呢 哎这样行了 截图吧 席子花啊 好 另外一侧的呢 是这个啊 宽锁链针 就是四行正四行反 交替着就行了 看到了吗 这个是你起针位置的 拧针的 双螺纹 好了 大家已经知道了 花纹的排列 我给大家翻过来 你就能够看到了 你看后背 满满的这个花纹啊 有一段时期 我就特别喜欢它 几乎所有的衣服啊 只要是能想到啊 这种建筑感很强的花纹 我就一定会用用它啊 你看整体效果 它超级的棒 但是你发现了吗 它就是由正针和反针 组成的 你看这一部分是什么 双螺纹 这一部分是什么 锁链针啊 就宽锁链 两行正两行反这种 看到了吗 跟你刚刚截图 那个是一样的啊 我怕你截图 那个看着眼韵 所以你近距离 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相反方向啊 但是它是上下颠倒 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截这个图 也可以稍微的自己 分析一下啊 好了 按照这样的排花 我们将这180帧 怎么样 往返往返 一直下上支啊 这多高呢 33厘米 这33厘米是哪呢 是我们从这个位置算啊 不算底边 一直到腋下 这个高度 我们执33啊 执完这33厘米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哪呢 就来到了腋下 到了腋下之后 我们的这180帧 就要重新再分配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我们可以对半分 因为后挑织的领子嘛 啊这样门巾嘛 所以整个后背的部分 部分呢 我们给它留90帧啊 你看我直接靠后边了 就是这一部分啊 90帧 然后左右前边呢 哎 各45帧 明白了吗 按这样的方式来啊 分好了帧以后 我们就可以怎样了 就可以在腋下剪帧了啊 怎样剪 首先 我们要在腋下的一侧 剪5帧 另外一侧也剪5帧 连前在后 你一共剪了10帧 由于你是整个大片 一起向上支的 所以这10帧 你可以同时剪啊 同时剪完这10帧之后 你可以在席的这个位置 继续剪 注意了 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啊 都是剪5帧 另外一侧的腋下也如是啊 两边都是一样的 好 剪完了之后 我们要在它的 这个位置啊 继续要剪帧 隔一行剪一帧 一共剪6次 你也可以理解成为 我只在正面剪针 反面不剪 注意了啊 只剪这一侧 明白了吗 啊 在之前片中 你可别跑这边来剪了 有时候支着支着忘了 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大家要注意 只在一侧这样剪完针之后 你是通常情况下 我们先完成的是后背片 对吗 啊 完成好后背片之后啊 两边都剪完针了 后背片剩下的针 直接向上推进啊 一支支多高呢 从页下 开始分针的位置算起 一直到尖头 你的整个后背片的长度 一共支22厘米 当然 它涵盖你刚刚剪6帧的这个位置啊 涵盖它的长度 直线长度 同学们有的量的这个鞋的 拿那个皮尺啊 蜿蜒的这样量 不可以啊 要垂线垂直距离22厘米啊 不要搞错 好 后背这22厘米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给它留一米的长线 然后剪断 用于一会儿缝尖头用 剪断这个线啊 然后我们来说前片 前片这样的剪针形式 大家已经知道了啊 都剪完了 然后你前片剩下的针呢 就往返往返这样 一直向上支 支多高呢 对啊 她们 turning去